我们现在常常就想要创造要发明 要出人头地 这个观念是什么 这观念是烦恼 贪嗔痴慢疑 这几个字里头 你看看他犯了多少个字 比不上古人那种轻让 父子温良恭敬让 确定不证明不得理 自己的见解跟古人见解一样 是古人说的 不说自己说的 这叫德行 这几德了 苦从哪里来的 苦从迷惑来的 你对四十真相不了解 齐心动力 都是烦恼 在做主 烦恼做主 那就叫你造业 齐心动力是意在造业 言语行为是身口在造业 造业 业有善有不善 善业 三善善道受报 卧印呢 是三卧道受报 苦不堪言 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叫真苦 六道是真的 不是假的 谁先发现六道的呢 这不是摄迦摩尼佛 比摄迦摩尼佛 至少还要早 几千年 古老的婆罗门发现 婆罗门教 就是现代的信度教 我跟他们游往来 我还参加他们的聚会 这些长老们告诉我 他们的教 有一万多年历史 代代相传 我相信 印度人不重视历史 回想到我们中国 中国常说五千年历史 这五千年历史 怎么说法的呢 是有记载的 有文字记载的 文字 皇帝时候发明 皇帝到我们现在 是四千五百年 皇帝之前 有神龙 神龙前面有复兮 传说八卦是复兮化的 这个当中 神龙到皇帝五百年 神龙到福西也是五百年 就是一千年 在中国正式使用文字 一千年前 已经有开始有这些符号 这是出土的甲骨文 能给我们做证明 所以中国的 这个 由于用这个符号记载的 确实可以能推到五千年 那五千年之前 您这些符号都没有 那有没有人类的 当然有 而且聪明的人 不少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古甚先行 留下来的 孔父子是极大成而已 他老人家说的话 非常诚恳 说他一生 恕而不做 兴而好顾 这是我们现代人 应当要学习的 你从这个态度上看出 他老人家的谦虚 恭敬 这两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夫子一生 他所学的 他所修的 所教的 所传的 不是自己的东西 自己一生 没有创造 没有发明 全是古甚先先 留下来的 他不过是 用文字把它记载了 流传给何时 文语里面 许多的话 我们相信 都是 千万年前的 古甚先先 传下来的 释迦牟尼佛 也不例外 49年所说的一切经 清娘大师告诉我们 都是古佛所说的 他说世尊 曾经讲过 世尊说 他从来没有 将古 古佛所说的经上 加一个字 比孔子的这个态度 还要严谨 东西方的圣人 跟我们做榜样 我们现在 常常就想 要创造 要发明 要出人头地 这个观念是什么 这观念是烦恼 贪嗔痴 慢疑 这几个字 你看看 他犯了多少个字 比不上古人那种 谦让 扶持 温良 恭敬让 决定不证明 不得理 自己的见解 跟古人见解一样 说是古人说的 不说自己说的 这叫德行 要记得了 不耗明文理 要示出世界 做学问 扬德行 基本的条件 所以 普贤菩萨教我们 你看 他教 教我们修学 十个纲领 第一个 礼尽诸佛 天主教的玫瑰心 总共是五段 第一段 教我们学习 圣母 玛利亚的 谦卑 我们中国 礼尽 诸位翻开了 第二句 去礼悦 无不尽 你看 世处世间的善人 教我们 从哪里学习 从谦卑学习 中国人讲礼 礼的精神 礼的精神 是自卑而尊人 自己谦卑尊重别人 这叫礼 自己的做出来 让别人看到了 接触到了 有所感动 来向你学习 这才叫度众神 事出世间神 这个度就是教化人 教导人 怎么教法 先要做到 身形 也应教 身形放在地上 就是身教 我要把他做到 别人看见了 想跟我们学 他发现问题 你在言语教导的 一定是先把他做到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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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